幼貴觀眾今天要帶你們一起去探險一條位於新竹堅持的超刺激溯溪路線 梅花瀑布 絕對可以滿足你想跳水的渴望 一個不小心就可能跌入溪谷 各種驚險救援瞬間 來這種地方探險建議一定要結伴一起挑戰闖關 梅花瀑布素溪探險準備開始囉 這次素溪團的組成也是很特別 原本艾克規劃想去尖石的幽靈徒步 不過因為今天剛好是中秋節當天 傍晚還要開車趕去台北和家人們團聚 這樣來回車程就要5個小時 真的是有點硬 艾克這趟有找二哥披頭首度一起 戶外探險 而這次梅花瀑布就是他的idea S登山隊又變成S素溪團 哈哈哈哈 準備出發 梅花瀑布 出發出發出發 喔喔喔喔 我要飄進水裡好冰喔 沒有你等一下就會適應這個水溫了 今天做機的路線真的會比較困難一點點 比上次比上次難 好冷喔 這整條路線大約會遇到3到4個 較難的攀爬關卡 石頭之間的斷差會比較大 水中的石頭也會較難預測 一不小心就會踩空 雪銀色喔 雪銀色在那玩這種遊戲的時候 都是那種 學長姐會先攀完 挖一根針子 就等一下針索上下那種 沒有沒有就是自己爬上來 你可以選折高浪也可以選你這個 其實防守應該是可以啦 對啊 那爬上來應該蠻好玩的 對啊爬上來會很好玩會很挑戰 這個好像只是第一個斷層 這個好像只是第一個斷層 但大部分的人都會選擇高浪 爬不上去啊 各位走六斤上去 高浪上去 可是你在那邊 哪裡有踩點可以上去 比倒閣二你確定 這個好難 我覺得不太好私利吧 不會你是種旁邊的人 我們可以兩個人 兩個人互過 我好像好熱 我好像超大氣 但超大氣就覺得很冷 太滑了 太滑了 太得強了喔 對阿哥吧 而且你們又被水沖下來 雖然路線看起來挑戰 但是艾克認為只要小心穩穩的走 都還算是新手入門 偶爾還可以調皮玩一下水 好強喔 哇 確定確定你確定 你的水 他自己上去耶 各位 水的水也太強了吧 像這個斷叉我就卡罰了 卡罰了好久 一直找不到一個好不失利點 石頭有點花 背包又有點重 還有捷運 你的那個房子包是飄可以飄的 還有救生衣就是這時候用的 你幫他往前推一點 可以可以可以 我看到了 等一下是換阿中飄走 你已經飄走了吧 OK 上岸了上岸了上岸了 這裡艾克很想冒險走中間上去 不過這個跨距真的有點遠 對啊 太遠了 好可惜喔 只因為阿東說了一句要不試試看 燃起了我的冒險魂 於是 我有點想踩到那根欸 有可能嗎 此時此刻我非常相信我的腳 應該說非常相信我的夥伴 放慢一點看 放慢一點看 這大哥的反應真的是有夠快 老實說這裡我真的是嚇到了 差點以為我要死啦 我剛剛以為我死定了你知道嗎 對啊你又沒帶 才有那個大哥沒有抓住 我剛剛以為我要摔下去了欸 接下來各種奇蹟的神救援還沒有結束呢 這邊大哥上來的瞬間力道數值斷掉了 如果是斷在阿聖手握的下面 或者阿聖沒有幫忙抓 拉力作用會直接讓大哥向後摔 這就不是開玩笑的 斷掉了 太好有 我救他你救我 欸 我已經抵命了 我已經抵命了 抵命了 哇 該 有錄到有錄到有錄 好酷喔 哇賽 最後等一下了 最後等一下了 好 再高浪 安全一點 高浪 那在我們以後坐機可以開團 可以 可以 會帶團 因為沒坑加沒花附落 可以沒花附落 好 過哦 欸真的有個洞欸 右邊都崩的欸 是不是啊 超滑的 超滑的 好 好 完不感覺了 真的假的 這麼隱密 石流山洞 石流山洞到 左邊不能去嗎 真的假的 哇靠 這個翻動還不錯 也可以避難吧 前面兩個大隻的都做去了 可以啦 這個還有娟娟小氣流 好小喔 排隊嗎 要到了嗎 出來了出來了 我們倒了 嘿嘿嘿 大家看一下梅花瀑布大景 梅花瀑布要說震撼程度呢 可能越莓坑瀑布會再驚艷一點 不過他最有趣的地方絕對是 他有深深的池潭可以給冒險者們 安心的跳水 不過真的要做這件事的時候 可沒想的這麼容易 心理障礙要先克服才行 這老兄準備跳水的時間 差點把我一顆電池給耗盡 最後領隊終於幫他推了一把 哈囉舒服啊 舒服啊 舒服啊 舒服我們就午餐了 現在剛好12點 那我們來這種素漆 體壞行程度 那這邊就是沒有一個很好的菜店 那如果你有一個 不客服 很好 你有帶一個非常好用的 車疊縮縮 這個袋子裡面啊 它裡面是可以 放進 兩張多 那因為其實 像出來附外就是 比較不喜歡飛太重 它極色地有時候也蠻輕巧 主要是 當然體積蠻小的 還有好收納 把它打開 這種意思 隨猜即用 這樣就打開了 我選了兩個顏色 這個才黑色 黑色就是耐盤 這樣就有一個好用的平台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 拿桌子來做 這不會像椅子 就可以做嗎 椅子 你知道嗎 它那一種是5公斤 5公斤其實也比算還不錯 它設計蠻好 就是說一打開它就撐住 然後還有第二張 這兩個顏色呢 我覺得選擇非常喜歡 它是有點金色的感覺 然後有點金屬銀的感覺 這個女生會喜歡 我是選兩個不同顏色啊 不然其實選一樣顏色也蠻好看的 像這個 桌子很好的設計 所以它這邊邊 真的反面的時候就很偷吵 它是可以把每一個桌子拼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買很多個小桌子 然後把它撥撞在一起 就像這樣子 有沒有 黑色這邊 它就可以扣在這個 金色的這邊 勾住就很穩了 對 它可以變成站捲坡耶 還蠻穩的 我們在主中心或瓦斯罐 其實都要有一個 比較 型的中間 我們現在加速一下 冬秋節一定要來煎個肉 這樣沒辦法用烤的 我們用煎的 豬米 雞排 你有帶油嗎 我有帶油 聞到那個香味了 超級香 冬秋節特輯 對 唉唷 來一顆醇醋 終於有醇醋 終於有醇醋 哇 它那個醬油味都飄出來了 好香喔 那麼吃飽暖身完 就該來跳水啦 Oh my god 各位 站上來之後呢 發現其實真的蠻高的 有一點高度 有一點高度 有兩位勇者要跳了 氣氛都到了 你看 來喔 到三喔 沒有我 不敢啦 來喔 大家幫他倒數 三 六 你剛剛在投一百跟 一百算 我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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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九 四 GO 哇 嗚呼 耶 這邊又很高啦 哈哈 站上來才發現 欸靠 有點緊張耶 加油 幫我倒數三二一 好 三 二 一 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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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 啊 好涼哦 啊 啊 啊 真的完全踩不到 哇 啊 其實不壞 F 坐姿隊 成功 好高喔 2點57各位 我們終於回到橋上了 還沒到橋上啦 大概花了35到40分 確定完成 有一點勒 但我覺得剛好這個難度適中 也算是新手來應該是可以走完的路 那我們S熟悉隊就成功完成啦 如果喜歡這次的分享 必來買好配備就可以來探險了 你們知道來這邊要幹什麼啊? 我們就下集再見 掰掰